这一节带大家来关心中华职棒今年的下半季冠军在今天晚上出炉了 统一诗呢是在四局的上半 高志刚集出了关键安打 也帮助球队是取得了领先 对再加上诗队的先发投手废谷落 有效压制了兄弟的打线 最后诗队2比1一分险胜闯进到总冠军赛 这个球好球 三次出局 比赛结束 统一诗球迷抛下橘色彩带 庆祝南八天拥多下半季王座 顺利前进总冠军赛 下半球机的季冠军 13号晚间天母的诗相大战 诗队如果赢球就可以自立封王 所以诗子军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开了先方唐兆婷 首居首打席就靠着失误站上类包 就可惜诗队攻势没能连贯 一致上无攻而返 4月上诗队在开攻势 说明打者张泰山安打上磊 带动球队攻占蛮磊 打击的高志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打到了左半边安打了 千球王子这一棒 把张泰山和陈庸基送回本类 同一时率先得分2比0 已经被淘汰的黄山军 终于在七局下突破同一时 鞋发逃手废骨落的防线 中外也放上安打一类伤跑者 然后往二类之后继续往前推进 球迷小连续两只安打进展得点圈 带大的王俊杰 能有滚地球走到刺杀 但也护送三类跑者跑回得分 下一棒的新秀陈子豪 却没能再为球队建功 这位中指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剩下首战没有安打演出 下面在这个半局追成1比2 随后两队后院投手 都没让对手再越雷池一步 最后同一时就以2比1 惊险击败熊底下 同一在下半季 蜂王魔术数字归零 连续三年闯进季后赛 也夺下队史第13次的季冠军 有点TV 李爱纯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